哈佛加训 车祸发生之后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不幸发生了车祸 他们的车都完全撞坏了 但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两个人啊 谁也没受伤 当他们两个人从车里 慢慢爬出来的时候 那个女人说 你是一个男人 我是一个女人 太有意思了 看看我们的车 他们全毁了 但万幸的是 我们却没有受伤 这一定是上帝 传达给我们的一个征兆 我们应该相遇相识 成为朋友 并且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能够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那个男人回答说 我完全同意你的话 那一定是上帝的旨意 那个女人又说 看 那又是一个奇迹 我的汽车已完全毁坏了 但是那瓶红酒却没有破碎 一定是上帝 让我们把酒庆祝 我们的好运 那个男人连忙回答说 是啊 上帝一定是这么想的 于是 那个女人把酒瓶交给了 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点头同意 并打开了酒瓶 喝了半瓶后 把酒瓶递给了那个女人 但那个女人 又交回给那个男人 这个男人问道 难道 你不想喝上几口 你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那个女人回答说 没什么其他事 我想 我们只剩下 等警察来了 当你为意外的好运 而意外惊喜的时候 可能就是意料之外的坏运 来临的时候 我对你最后来的 我会有什么 人的 对我 我的迹象 是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